歡迎大家致致香港熱門超級月賽分早賽第二級 今天的面題是中醫服務鑑達日公營醫療室 對賽雙方為政方 環英中學 以及反方馬里諾修院學校 現在給我介紹雙方電源 政方主便為邱鎮營 第一副便為何家衛 第二副便為白條衛 一天為四季 反方主便為梁瑞 第一副便為郭亮營 第二副便為方心儀 第二副便為張欣彤 我們很高興請到三位評判為今場賽事項分 其分別是佛稅女修院辯論隊教練 余俊偉先生 加入策語中學辯論隊負責導師王 歡迎光臨 歡迎光臨 現職新聞網站副總監劇 羅歸祥先生 本場主菜分為主便工便一副二副自由便論 及鐵面共六個環節 發言時間在四三三四 工便周圍會方兩分鐘 自由轉向周圍會方三分鐘 每次發言時間的出前三十月又一定 將來的提示 右樁則有兩響的提示 超時則有便會登記下 詳細賽歸之前已發布在各參賽學校 請問失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現在請請正方主便發言 你有四分鐘的時間 謝謝 主席評判 有跟學長的各位 大家好 中醫一直以來 香港都是一個重要的醫療體系之一 回歸之後 基本法第138條更加定明 港股應該或是能制定中醫的發展策略 所以在1999年 成立了中醫藥管理委員會 第三年通過中藥的規管法例 所有的中成藥都必須要註冊 2010年開始更加規定了中藥需要進行臨床的驗證 或者是藥物的測試 到2013年 中醫中藥發展委員會成立 由食物及衛生局的局長去擔任主席 以推動香港中醫中藥業的發展方向 和長遠的策略 2014年的施政報告 更加是預留了一幅在將軍澳的土地 在中醫醫院用途 而醫管局更加在公營的醫院開展了 中西醫協作項目的先導計劃 為營運中醫醫院去作準備 由此可見 中醫的發展 由中藥的規管 盛立發展委員會 到預留土地在中醫醫院用途 更加是開展了中西醫協作項目的先導計劃 中醫在香港的發展已經是佔趨成熟 而立入公營醫療體制 正式資助所有市民可以選擇中醫的治療 根本就是一直以來香港政府的最終目標 而將中醫立入公營醫療體制 可以進一步帶來以下良大理處 第一 為市民提供更多有質素的選擇 其實中醫的成效也得到國際的認同 世界衛生大會將於2019年出版的全球醫學科業中 正式將中醫立入傳統的醫學範疇 代表世衛都認同了中醫的質素和地位 事實上中醫一向都有自己的醫療理論 經過幾百年的染化 發展出一步對抗那種疾病的方法 與捕捉西醫的不足 西醫雖然是療效較為即時和顯著 但它的原理是將病毒和細粉盡快殺死 所用的藥物往往是有殺傷 所以故作用就較大 輕則會令到口腔、悔癌或腸胃受損 重則甚至會對某類有藥物敏感的病人造成嚴重的影響 而中醫的療程雖然夠耐 但故作用也都較少 對於有藥物敏感的病人來說 更加可能是唯一的治療出路 既然中世醫都有一個優點和需要 為何病人不可得到政府的資助去接受中醫治療 不可得到一個優質的選擇 第二,提升中醫服務質素 以至於中醫的診所 在未正式納入供應醫療體制的情況下 仍然需要自負營歸 結果令到中醫可以投資在醫學研究的時間 和資金都非常有限 嚴重了就愛了中醫的發展 但當它納入供應的醫療體制之後 政府便可以撥款去資助病人去看中醫 和投放資源給中醫改善設施 和做科業而促進中醫的發展 另外,因此中醫的薪酬亦都沒有保障 薪酬的待遇傳由市場去決定 加上政府只是資助市民去看西醫 令到看中醫的市民亦較少 導致中醫的人才難以運到有足夠收入的就業機會 影響了優秀的人才去加入 而再供應醫療體制 政府便會在各區設立了中醫部份和診所 並制定公營中醫薪酬表 便會一併地資助市民去使用中醫服務 從而去提高中醫的需求和工作的穩定性 有效地吸納人才加入 由此可見將中醫立入公營醫療體制 代表了政府正式地確立中醫的地位 並有助服務質素去持續提升 亦都提高了市民對中醫的信心 令到整個香港的中西醫療服務發展更為全面優質 還有審問 由分同學應不應同中醫系 受到國際和政府認可 並有一定的社會需要 甚至可以給不適合西醫的市民多一個選擇 如果應同 為何要將中醫提供在政府的資助範圍之內 多謝各位 正方的轉變發展時間為4分09秒 到朝時不需透震 接著是反光的轉變 還有少許不需要緊張的時間 準備到先生計時 準備好青香雞仙 還有各位 大家好 因為同學家人坐下來 都想給予一個選擇事物 所以政府便要付出中醫 兩公營醫療系統 但我方便他必須去面對 一比他所中醫的優點 或者中醫科研究竟的問題 而是要看香港公營醫療系統的角色 比例是怎樣 我可以問子春 公營醫療系統的目的 是要將有限的公共資源 集中自在於有需要的病人 提供有需要的服務 政府提供療程或者藥物的組織 是要看必要性和成本效益 如果真的會有了 配合市民的生活方式 或者低風險病人 用作一些會預防的藥物 例如減肥藥 若減肥藥實政府是不會提供 除非沒有其他選擇可以替代 投資政府也不會提供 副作用比較少 療效較高 但費用較高防的治療方式 例如在治療癌症的時候 公營醫療只會提供 A-sconto技術 不會提供最先進的監碼多技術 簡單來說 公營醫療系統之後 會提供最基本必須的服務 超過責任化為意外的 就會交由私人市場去提供 將中醫服務納入公營醫療體系 即是政府會增加陳常開支 請中醫相關的人手 拿市民去公立醫院 或者診宿的時候 可以選擇中醫服務 如果今天要正立面題 就先入職三面線 第一 公營醫療系統有甚麼不足 之後將中醫服務納入系統 才能夠解決 第二 現時市民是否不能夠 私人市場的中醫 政府有必要去做服務提供者 第三 長遠而言 政府是否有能力 去負擔這筆新的經常開支 而我方反對面題 原因有二 第一 現時公營醫療系統的化學 已經很遠 如果我們暫時不講快 和晚 其實我們的醫療系統 已經被全球的國家優勢 根據彭革2016 醫療系統效率指數 香港投入給其他國家 相對小型醫療資源 但與其受盈不應該去獲獎 而食客方面都鼓注全球 政府為民提供的全面醫療服務 現時我們有43間公營醫院和醫療機構 48間專科無診 73間普通無診 去應付市民有發病療養 福康實至出現之後的社區匯理需要 無論是深入肺外科 內科、實機外科、殘科 亦都依應俱全 在預防方面 政府更加有防疫、注射、計劃 定期的健康檢查服務等 現時的醫療系統服務範圍 其實已經能夠解決到香港人的基本需要 第二 不必要地加強了香港的開支負擔 我可見到政府現在 最基本必須範圍的醫療服務下 亦都面臨資源緊張的問題 提醒大家對公營醫療系統 得到床位排到期的印象 再者2015年醫院管理局檢討 通告委員會報告指出 口腦法對我們醫療系統 已經造成壓力 同學可能覺得資源可以無限加 雖然我們經常都說有5000億儲備 但根據2014年長期財政計劃 還有工作少數的報告 口腦法令到香港最快在2029年出現 就會出現結構性採診 這裏長餘的財政行機 在這一刻我們應該更加深深地 控制醫療的開支 假如終於真是納入了香港的公民醫療系統 就代表政府由本身有限制 資助三方合作 製成平常庫款 提供高補貼低受費的服務 要付錢去配套其中醫院 提供醫護人員 加資源 有方一副要跟訪問 論證到政府長遠來說 是否真的有問題去負擔 不加的話 有方同學又如何解決 它分破了公營醫療系統 資源的問題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有用 就要加的話 究竟有甚麼服務 是公營醫療系統 應該爆發的呢 多謝各位 反裝主練發言時間為4分05秒 無遷時無需扣分 接著是公營的環節 公營一方可自由挑選 對方一位電員 如回答問題 並打斷對手發言追問 回答方不不得反問 亦不得打斷公營一方發言 如有違規公營一方可即時釋出 評判認同可直接扣分 每次一分 如公營一方如神發言 評判可自行決定是否扣分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沒有的話 正方請自由派出一位便員作公營 請你自由選擇反方一位便員接受分 好 正方公營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一下 等下計算 試 有分和我承認有病人對西醫的敏感嗎 是有病人對西醫敏感 有分和我 是否認為對西醫敏感 有否敏感病人的權利可以剝削 那你對西醫敏感的時候 為何政府需要將中醫立的官員做什麼事 我們見到 例如皮膚病 中醫的成效較安和 而西醫是抗生素 抑制於病情發展 有分和我認為這些面對西醫敏感病人的權利可以剝削 這些病人可以去現在三方之助的中醫院院 為何有分和我不直接納入 因為政府的基本責任是貴事問題最基本 最必須的醫療服務 其他政府也沒有責任的工作 我們見到現時 低收入的群 就傾向公立醫院增加中醫門診的服務 即有九成的市民來支持 還有有八成的市民贊成對公立中醫院 那為何有可能不將它 直接納入公立醫療體制呢 那就是這樣 政府是沒有責任 將這些優質的醫療服務提供給市民 我們已經提供了西醫服務 但西醫服務 我們見到已經是足夠給香港市民使用了 那有光同學 為何西醫可以納入公立醫療體制 而中醫不行 因為西醫已經提供了最基本的需要 已經能夠解決到市民生病的時候 能夠為他們解決到最基本的需要的時候 我們不需要一些更優質的服務去幫助這些事 那有光同學是否無視了這些比較貧窮的人士 看不起中醫的人士呢 你決定嗎 不是呀 我們現在實際是有普通無診的那些病 可能有些人是不合適 所以另外 另外 正方議院長見快點時間 接著 接著 輪到反方封面 反方請自由派出一位電員 反方 先放開 好 反方封面開始 你有兩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 先放人計時 正方提到公認這條服務的準則是甚麼 希望所有市民都可以去 多論貧富都可以接受到優質的 現在多論貧富的市民 無論貧富的市民 有些市民是否可以去公認西醫院診治 但有些市民可能是對於西醫是敏感的 有些市民可能是對於西醫是敏感的 有些市民可能是對於西醫是敏感的 可能是說不出 今天是否因為貧富問題 由人是看不到醫生 看不到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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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們只不過是覺得現在的醫療系統 做得不夠好 但有些市民為何做得不夠好 就是要把中醫服務的 拉入為公認醫療體 我們現在看到 原來國際有十分之一的市民 是對西醫敏感的 現在有十分之一的市民 對西醫敏感 那些市民便可以去中醫 我們中醫診所也有資証 為何他們一定要有什麼 英言性的謎處 令到中醫的服務 是一定要立為公認醫療體系 所以有方同學就好笑 中醫明來是成效較為溫和 其實有方同學都說不出 我們剛剛再看看有方同學 所說的兩點 有方同學加入了公認醫療體系 之後就可以宣傳中醫 我想看看有方同學 政府現在有沒有宣傳中醫 有啊 那其實有方同學都證明了 其實不一定是要立為公認醫療體系 都可以宣傳中醫的時候 那這個為何它成為一個 是可以立為公認 是要立為公認醫療體系統的位置 還有標準呢 我想再問一下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剛剛跟我們說 現在的中醫生他們的身材沒有保障 都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現在我們是不是有最低工資 是 他們的身材得到最低的保障 所以你又要最低的 那有方同學是否覺得政府最好就 收拾所有的中醫生 然後給最高的等級 就是他們的身材 所以他們不需要用 那他們就不需要用其他的資源 去發展這個中醫 那有方同學覺得政府不需要用其他的資源 你把你拉過去都不需要用其他的 所以其實今晚有方同學都搞不清楚 自己的想法 我們不如近期八年的時間 你輪到現在公認的環節結束 請輪到正方第一副變 你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請問計時之一 主題評估座的各位大家好 首先非常高興 今天在香港的時候 其實都是承認中醫有一定的質素 但他們只是擔心 覺得現在的醫療系統已經足夠 還有擔心政府不夠錢 所以西醫就無量歡迎 但是同樣具質素的中醫就拒於門頭蓋 但這樣是不是真的投資 其實我關注已經說過 在近年來美國、英國 甚至乎連世界衛生重症都已經 確立了中醫的醫療地位 中大中醫研究所更加成功 認證了利用靈芝德五種種草藥製成的藥材 能夠有效減低癌症的副作用 亦都提升了身體的抗抗力 促進了血管的增生 令癌症更大機會能夠根治 既然中醫藥物已經可以利用一些科學 我們看到已經是有一些科學認證證明 代表它是一定有一定的治療效果 既然中醫是有質素的話 那為何不留入這個公認的醫療體系呢 其實今天的公認醫療體系的目的是什麼呢 就是希望 就像剛才所說的 就是希望 全部市民都能夠接受到 一個高質素的醫療保障 但現在的不足就是它不夠完善 我們看到西醫的藥息是比較強的 對病毒是起到即時的作用 但同時也有一定的副作用 以皮膚病為例 因為市民有急切需要的時候 當然可以使用一些類固醇去抑壓病毒 但同時也要受到一些骨質疏鬆 情緒不穩等等的副作用去困擾 而中醫呢 雖然未必我們都承認 未必是能夠發出這樣去健康 但後果針斗足藥這些光和的方法 不但副作用為長遠來講 更加能夠跟治到這個病毒 既然在同同的疾病上 兩者都有不同的成效 為何市民沒有權利去選擇自己最想要的治療呢 更甚至有一部份的市民 還要是因為自己身體的原因 並不能夠使用西醫 就好像我們剛才說 有一些女人 100個沒診病人 當中已經有10個病人 是對西藥敏感 那難道這些不是必要 我們去處理的事情嗎 既然我們看到有一部份的市民 對中醫院有一定的需要 甚至乎是必要 我們是否還要為了經濟的困難 放任中醫陳金 比西醫高四倍又多 令經濟有負擔 但是對西藥敏感的病人 沒有辦法去選擇一個最合適自己的醫療方法 沒有辦法享用自己經有的福利 那這個還是對中醫所說 很足夠的基本需求呢 所以其實我們今天看到 最後納入了中癮醫療體系 除了給一個很好的薪酬態度之外 還有一個病毒質素的認證 就好像我們剛剛說的 西藥醫的特質是令到 兩張症互相得嫌疼 所以就可以令到整個的醫療體系 得到一個完整 得到他的完整 而接觸到中藥的人 也不單止是癌症的病人 還可以有那麼多 未接觸過中醫的各種市民 理解到兩類認定非對立 超長他們的理解 最後想問有方同學 認不認同要提高封營醫療的質素 如果要的話 為何到西藥敏感 想看中醫的人 不可以有一個更高質素的選法 多謝各位 正方一部發言時間為3分09秒 沒有消息 接著反方第一部變 你有3分鐘的時間 為何有空向計算治醫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 其實由比賽一開始到現在 有方一直都比不上一個數據 告訴我們香港市民的中醫需求是多少 但是在2014至15年人口 健康調查報告當中指出 九成的人身在不舒服的時候 都會選擇去西醫求疹 可見香港人去西醫的需求其實 比中醫更大的 另外有方和我又說 中醫庫再往大 我們看看某些藥材 例如和年 乾營和年數 孕婦或小孩子 都可能會有藥血症 麻鑼當中某些的化學物質 其實都會令到病人會有心慰 重複辦單的病症 為何中醫要負重不大呢 有方又跟我們說到 中醫其實是欠缺一些推廣 其實推廣中醫服務 不一定要加入公營的 政府可以透過增加 現時18間三科合作公營中醫診所的資金去推廣 其實現時政府對中西醫資助的差異極大 西醫的公營機構國支出 是政府有九成的資助 相反那十八間政府的中醫診所 就是獲得一成的資助 所以政府推廣中醫其實應該有資助的入手 而我方今天轉變開出三個標準 去判決中醫 要不應該加入公營體系 現在讓我逐個和大家看看有光的回應 第一個 現時香港公營體系有甚麼不足 至於有中醫納的公營體系 才能夠彌補呢 其實大家今天看到公營的一支 醫院有不斷引入一支新的設備 例如各種的病創手術 當中可以醫治這些副衛股羊 肌甸鍛鍊等等 還有近三年入了過百種的新藥物 可以公營體系不斷提升自身的質素 第二有私人中醫服務 大家是難以負擔 所以政府就必須成為提供者的模式 有方跟他說現時私營的中醫產所 其實貴只是一個比較的定義 其實跟有方公營西醫比貴 當然是正常的 即使十八間中醫產所 就是覺得政府一成的資助 但公營西醫就有九成的資助 所以有方所說 貴就一間公營其實根本就是合理 其實市面上仍然有不同年階的中醫服務 例如人外床的產金只需80元 保能保的中醫醫療車只需10元 產金 東華三宇甚至是免費診證 可以坊間的中醫 其實可以持有到市民的需求 第三中醫家的封營體系之後 政府能夠負擔長短新增的陳昌開支 現金實況其實是人口腦科問題的一言中 政府所會的註指出本港獎者 將會在一年年九十萬 升到三年年二百一十萬 而他們的人工醫療開支 將會是非獎者的四倍 前財政司司長曾祥也指出 香港將會在二年年面對結構性財政 而且現在見到九龍東的情況 基本局多指出 四百四十八個居民欠一個床位 競爭小的港島西都要一百十六個居民欠一個床位 現在見到西醫圖很西圖 但資源又需要按摔方佩 政府應該集中資源在西醫圖上告 總結束底下今天會答應 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反方第一庫便發言時間為三分十三秒 補超時浮水扣分 接著是正方第二庫便 有三分鐘的時間 準備好清香計時自醫 呃 今天我們不和剛才提到我們需求的問題 我現在就要告訴大家 中美忘稿便發明的錢 在2015年發明了 低修学群組合称向支持公立醫院 新設中醫 有當年有九十百 save 很希望 這些不是更是中醫需求的 這些中腰的需求成的一個需要 其實今天我跟同學有一個男人上的詞字 有一個謀言 你覺得中醫雙頂西醫根本就沒有用 西醫包含了所有的東西 所以中醫沒有用於是就不應該立憂 但是我們看到是中西醫現在其實是兩套療法 中西醫是我今天一直強調是一個雙互雙性的作用 是無區的可比性 你不能夠因為這樣謀謀言定 西醫是全方位給中醫好 內地人研究指出 中西醫合定治療癌症 可以令化年通過率由72個巴士 大幅上升至96個巴士 有不同的前線 根本就是帶有這個歧視成分 阿彭和主編都承認了 中西醫是有兩者的分辨 有兩者的分辨 但是他就覺得西醫什麼都把你任務 你什麼病都可以去看西醫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他們覺得中醫是沒有什麼用 但是我們看到的是 中醫不單止是有一個舒服的作用 甚至是一個根治的作用 例如一些皮膚科病 等等 西醫只會是開一些藥 去令到你舒服 或者暫時抑壓著的作用 但是中醫可以根治 今天我跟他最大的 最大的覺得 我不應該拿的 就是因為會壓外增加了 支援加重新衛生 但是我方不明白 柳文學先是說 我們支援不夠 那為什麼我們 柳文學不放在支援 中醫上 他偏偏不停交給西醫上 另外一個不明白的就是 有方不學 為什麼納入了之後 中醫不是幫西醫分流了一群的病 難道每個人有理無理 又是看西醫 又是看中醫 中西醫看了什麼 更甚的是 中醫比起西醫更加著重 一件事就是調理身體 除了根治的病 做了調理你的身體 長遠更加是減輕了 這個醫療系統的負擔 看回最開始公營系統的 一個公營醫療系統的本質是什麼呢 精大上的市民 不用顧慮金錢 不收入醫治機會 不是說今天貴 所以就要加上公營醫療系統的一個問題 而是說 好像有關同學後中所說的 基本保障 有關同學主任 自己都經常喝一群 是不適合去看西醫 但是呢 又說他們 不適合去看西醫的人 又說他們可以去看西醫 如果你不適合去看西醫 那你就可以去看中醫 你可以去看中醫 不過你要自己付錢 但是 現在很多人正正正 因為中醫貴 而只能夠選擇西醫或者不看 那是否一個公營醫療系統 對市民的一個基本的保障呢 唯有納入公營醫療系統 中醫行業只會有更加多的資源 無論在藥物 或是一個臨床試驗等什麼方便 長遠就可以吸引到更加多的有質素人才 提高高質素的服務 達到陰化通營醫療系統 保障市民健康的這個無敵 那你現在這樣的話 只會造成一個惡性循環 令到好像有蜂蜂 好像有蜂蜂那樣 大家覺得中醫沒什麼用 最後想問一下那位同學 成不承認中醫長遠的力量 是有犯子的必要性的呢 多謝各位 正方第二負面發言時間為三冬零六秒 無超時同需求婚 接著反方第二負面的發言 你有三分一的時間 準備好聲音計算之一 主席評判任光臨立場隊 各位大家好 在我正式的報應開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清楚地說明一件事 就是我從來都沒有覺得中醫不好 從來都沒有覺得中醫是不可以 遇到任何的疾病 只不過在我們的立場底下 中醫根本就是沒有一個需要 所以是需要一定加入這個公營醫療系統 首先我會說一下 今天有光同學犯了三個錯誤 第一就是他們只是舉出了 中醫這個行業的問題 就將它立入了 應該立入為公營醫療體的準則 其實有光同學 今天都只不過是用了中醫這個行業 面對問題和他有什麼優點 就將他立入為 我們今天甚至提及一個準則 但其實今天我們見到 任何的行業都有他預見的問題 譬如我們現在的洗碗 可能洗碗供給了預錄的問題 就是很長工時 但是他的工資又得很低 但這些東西又是否政府需要管理呢 同樣有光同學經營的立場 就是覺得今天中醫 任首規格不是那麼好 他們的爭頭沒有好象 他們就覺得這些油交入 政府比公營還會更加好 他們就覺得這樣就因為 因為這樣就應該要立入公營 我們今天見到 如果每個問題 我們將每個行業都會遇到的問題 就將它變成應該立入公營的準則 政府就會譬如 例如 會計我們人手辦 很多人 那是否政府有應該整個公營的會計所 是容納這些會計師呢 不是的 好了 接著有幫同學又問 有一個很重要的問題 就是他們今天就看不清楚 市場上根本真正的需要是什麼 首先講一下想要和需要的分別 有幫同學剛剛出來和他們說 中大亞體驗教書和他們說 我今天有很多低收入人士 都跟政府說 我很想要中醫診書 首先搞定了想要和分別 想要和需要的分別是什麼 例如今天我們加一個問 市民說 政府用一千萬人的幾間豪宅 好嗎 市民一定說 好啊 我很想要的 但這樣等不等於政府需要和市民 去用一千萬人的豪宅 很明顯是不是的 再說 有幫同學剛剛對於需要的問題 有幫同學和我們說 今天有很多人對藥密敏感 所以我們就需要將中醫立入 公共醫療系統 但我想看到藥密敏感 最多一個人可能是兩種藥密 或藥密敏感 會不會對於全部西藥都有藥密敏感 不然這個是 不可能 譬如現在看西藥 你跟西藥說 現在有藥密敏感 那西藥密提議 就是藥同樣都可以治到你的病 所以有幫同學今次講的東西 這樣就是不成立 最重要的是 我們來講講我們的D元問題 見到我們根據香港政府統計的最估算 我們去到2030年的時候 全國的長者將會有210萬 剩下全國人數的四分之一 而長者的醫療收入的開支 是比非長者的高了四倍 所以我們見到政府 既然今天的政府 應該為之後 由老法所需要的金錢去作出準備 那為什麼我們還要花一些金錢 去在一些 今天就沒有那麼大需要 沒有任何同學覺得 那麼重要的醫療開支身上呢 我們應該做多一些準備 去準備將來支持 就是剛剛 還有呢 有幫同學剛剛跟我們說出 推穿終日的論點 他已經不是說 我們都發覺再去 去那裡成立場已經很趕快了 所以今天有幫同學對於自己的 立場和論點根本就是不清楚 亦都對於社會上心性的需要 不了解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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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問老師可以介紹時衣 有方和我請你今天不要再逃避了 你整年有些人特別不適合看中衣 你們覺得不適合看西衣 你們覺得有些人有藥物敏感 不可以看西衣 是否都是等於想要呢 很多人跟我論證 全都覺得有多少人對西衣藥物都敏感 全都很恐怖 連三方之助的醫院都看不起 連坐車去慈善機構的業費都沒有 我們看到有十分之一的市民 都是對西衣藥物的運感 如果你認為中衣是這麼無必要的 那是否現時所有的東西都會除消呢 我可能覺得很多時候 我們不是覺得中衣是無必要的 我想問一下有方同學 現在政府覺得我們市民 需要這麼多的中衣服務 有方同學跟我們說 有方同學 政府哪裏告訴你 市民不需要中衣服務 政府哪裏告訴你 政府都自己做了很多中衣診所 再者剛才經過中大的阿泰妍 有所說過 已經有九十八千的市民 是比較想公安醫院 有中衣服務 再者有方同學 是否覺得一元 可能有方同學有錢掛 可能一元搭他錢 但他找一個中衣是這麼簡單 是否覺得這批人不需要 所以有六個方同學 有方同學 口中所謂的基本保障 原來有方同學 他自己都說 原來是市民想要 並不是需要 還有有方同學 今天政府 使用供應醫療服務的準則 是否只是需要 不單止是想要 還是需要 我們從公面開始說到現在 都是有一班人對西洋敏感 有方同學 不要不理這班 不可以太西洋人 對 有方同學 所以現在政府 跟三方合作 有一些中衣的診所 甚至乎 包括一些中衣的慈善機構 例如人外 和東南西洋敏感 有免費的診所 有方同學 你覺得市民的需要 政府是不需要包含 而是交流一些私人的機構 是否覺得 有方同學 為何現在有三個選擇 市民有病 去公營診所 想去中衣可以的三方合作 加上現在社會有些前世 也有很多提到 中衣、中衣、中衣 有方同學 究竟他們有甚麼需要 一定要政府加入一些 一定要將中衣加入 來採送 所以才會租他們的需求 但是有方同學 不要無視一班 我們現在看到 中衣和西衣的診所 相當四倍有多 你不要無視一班 在經濟上又碰盲的一堆市民 現在你再說 政府應該投放更多資源 有方同學 有甚麼獨立性的理論 一定要將中衣加入 公營診所 有方同學就見到 現在我們看到 中西學育的治療 是非常之有成效的時候 有方同學 加入了公營診所 之後就正正可以順應 成章 中西學育的治療 再問一下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都說 基本部長 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都不去部長這一班 根本是有需要 看不到西衣的人 有甚麼病人喜歡做 然後西衣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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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衣是可以去改善 去透過改善 但是皮膚濕疹 中間西衣 但是原來中衣 可以做一些針鬥推拿 去做一個根治的 再用的方法 這不是甚麼 政府的公營診所 都只是有 責任他們 去認定病毒 但是沒有 責任他們的心 我們見到 如果第二類的糖尿病 或者是中西結合 只是被單純接受 這個西衣 治療的話 洗腎公營 下課三課一課 這些都是市民想要的 今天有方同學 跟我們說中西合作 就是因為越來越的工人醫律 看看 我們現在看到 現在未來的工人醫律 就是我們已經有中西衣 協助思路計劃 中西衣 和西衣 可以一起合作 治療病 這個情況還處不處理 還在這裡問問 方同學 再問問有方同學 有方同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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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今天我們看到 有方同學 搞不清楚 中西衣合作 有沒有需要 還有今天 現在的前世計劃 都有一些 是免費診斥的服務 但有方同學 根本就不清楚 這個狀況之餘 還有我方同學 這些問題依然存在 但我們現在看到 這些問題已經不對 不應該存在 我們今天就 歡迎這條體系 謝謝 雙方的大年時障 已經用盡 之後見到 接觸 一加圓 雞方的海星 也晚麗 然後我們 三明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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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都會見到很多個案例如王貴的標靶藥 對醫治癌症作用更加好少一些副作用 但它依然不在政府的藥物評測上面 為什麼?因為政府之後會提供一些必須的服務 另外有可能是因為現在法律中醫學營藥資源不足 但我們見到有很多的中西醫藥計劃 以管局也正在籌備推行中西醫協助項目等的先導計劃 去幫助一起合作而做一些中醫人的幫助的東西 所以有康航學解釋不到為什麼只是透過入供應醫療系統 才可以展現到有康航學眼中的好處 我們再看看第二個準則 現在市場上是否真的有康航學公布市民 接觸不到其他中醫以致政府要成為唯一的提供者 其實今天有康航學一副就說因為它貴幾倍 所以就要去立約封營醫療系統 但今天他們之後說不過去 以後就說我們今天立約不是因為怪我 其實今天有康航學我們不是要認證是貴還是便宜 而是它的價錢是否合理 是否不合理到政府必須去干預 今天我方都講了很多的例子 我們現在方間有很多的慈善機構 人愛台東 華山美等等 提供免費的陳證 甚至政府也有一些三方研究的合作中心 我方不明白為何政府要立約工營系統才能解決這些問題 有康航學也前場講到干預人手過性的問題 我方說了很多次 這根本不是政府要干預的一個原因 今天會計他們也有很多人手過性 是否又要立約工營服務 有康航學拆解這些例子 去到後場也沒有再提供過 今天我們再看看最後一個準則 今天有康航學生亂投蒙視一切的準則 然後將中醫流入公營醫療系統裡 會發生什麼問題呢 就是資源 有康航學問我們 為何我們今天將資源放入西醫 不放入中醫 再做個位 根據規劃標準與準則 香港的醫療系統裡 每一千個人就應該要有5.5的病床計算 香港現在遷缺的是一萬二千八百幾張的病床 公營醫療系統人手不足 修煉後短缺2200人 再對著人口老闆的問題 這些組中問題未來20年內 長者的比例 發揮 有康航通空都視而不見 我們今天要將眼解決者應該是有限的資源 去做一些用到的地方 不是有康航教育目 必要都要將中醫流入公營醫療系統 只會交通社會負擔 然後造成資源措費的問題 隨隨各位 因為有康航問題的角度 只是市民的想要社會的短期發展 相反我方看到的是政府和市民的職責範圍 不同的負擔 希望有康航將有四日亂頭和我方 一起為香港找到一個適合循環發展的方案 多謝各位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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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評判 各位大家好 不知一講到中醫 大家會想起什麼呢 或者大家最清楚的是 中醫診察疾病最基本的方法 望聞聞切 不如就讓我以中醫四乘合參的方法 來幫我反方擺一擺一擺 折出有福同居有什麼病處 望聞去折衣折眼 以尼股疾病來表證 再判斷去患做什麼疾病 還判全場耳目所見 有福同學說中醫一文不值 免該投放這麼多資源 今天是否現在連政府資助的18間中醫醫療中心 或者是透過在醫療圈裡面 資助長者去看中醫 所有有關中醫的計劃 資助全部撤回 按照有關託所說 認為政府鼓勵市民看了一些 有高風險的療法 是否至市民的健康於不顧 其實不是 我們現在可以看到 是政府看到中醫有需求性在 有這麼多的權威認證它 即是世衛都是一個主流的療法 所以才有必要要推動中醫的發展 其實去到問診方面 我們就要詢問病人的問題 聽完他的回答 再判斷他的病症 其實我們今天 我方都多方質問過 而有方同學都承認了 是中醫的這個療法是值得發展 而且都承認了 有人是對西藥有敏感的 但是他們就覺得 只要短期內掉了這條命 又不需要跟著 又不需要理到後面 又不需要看顧及後面的健康 即是我們一部分人的需要 只要你不死便可以 就是這樣 用一個這麼膚淺的看法 我們還可以怎樣達成公式 談下去 而切診就是中醫 用手把脈來端正 又和同一隻 擺在中醫的脈象 就認為中醫 只是作為一個普遍的用途 惡意便當於中醫的療法 其實中醫跟西醫的本質是不一樣的 它有自己獨特性在 中醫是指在於比較溫和中藥 來調理一下身體 培養過自己的身體來預防疾病 和治療慢性 非傳染性的疾病 而且好像有個和眼骨 這麼渴窄的認為 中醫的功效 就和補健品無異 而西醫就是用一個 劑量比較重的藥物 來消滅了身體的病毒 短時間之內見效 但身體的負作用較大 兩種醫療方法 針對不同的範疇 相負相成 甚至有些治療的方法 譬如是治療癌症 中醫甚至比西醫更加有效用 如果中醫納入了工營的醫療體系 可以讓市民有一個更廣 而且有質素的選擇權 根據自己的身體狀況 來找一個適合自己的醫療服務 那彼甚麼 為何利用莫Sir做過一班人的需要呢 此外 將中醫納入這個工營的醫療系統 可以進一步穩定業界的發展 和提升一個更高的質素 有分我之前知道 現在香港的中醫診所都是自治盈規 由政府為香港設了18間的中醫鑑融中心為例 他們政府是沒有對中醫人員的薪酬 升遷了一個明確的制度 而且是不受保障 是不利於吸納 不利於吸納這樣的人才 而且由於診所欠缺足夠補助 中醫師根本不可以專注在科研和臨床實驗上面 令產業的發展是停滯不前的 當政府將中醫納入了這個工營的醫療體系 不單止可以加強到藥材質素 和保障中醫師的薪酬待遇 給中醫有個機會可以專注在臨床實驗 提供更多的工作機會 而不是單單好像有方同我所說 我們只是為了一力加進去 有政府的認證和管理 就可以有效地增加市民對西醫的信心 在中醫產業的穩定性不斷增加 同時可以吸納到更多高質素人 除了同時中醫 其實整個中醫的產業前面會更加命 而且可以完善發展 其實現在仍然達成了市民有需要 政府一直在推廣中醫的發展 由最初認證到中草率和中醫質素 到現在推出了中西醫的先導計劃 你現在就已經歸地了 在將關路、白城角落 在中醫院 我想問一下 右方同學 當我們臨床公理醫療體系之後 可以達臨政府的目的 保證到市民的健康 就是可樂而有不為 多謝各位 現在先請余俊偉先生 fois接下來就是 再給我算一下 確託 我是幾度 結束了 第二回一段 是eluia 給我睪漢 因為已經有第一子 behind guardians Ha hug 一個好處就是 你可以去召喚 跟之後在財會上做的 大家究竟有什麼樣的變成的處理 我覺得今年的特色症狀 一個比較上處理的變成就是 將中醫的好處 那麽出來就是因為這些的好處 加上某些東西在現有公平 要在之後你說的就是不實用 所以我應該讓中醫很困難 因為原來我聽到的好處很大 即是一樣正的東西 而有些市民現在只是在西醫院 保持有問題 所以我都不如回答 因為我同時就去聽 我想這個主治 開業聽到的問題 但也應該會如是 就是他就會挑戰你這個好處 第一就是 應該有好處理就要靜悟了 第一就是有一些人不適合西藥 有一成人不適合西藥的問題 所以我就應該去用一個中醫的誤癒 那你是作一個正方案 有需要的誤癒 就是為什麽這一成的病人 裡面用了疑似的中醫 或者是私家的中醫 為什麽用中醫作為供應 會更好 我會想清楚 即是原來私家的中醫 真是為了很多 你們心目中的供應中醫 或者是很有的 是怎樣做的 即是可以製造的 跟反方港和沙方合作的18家 所以當政方的一副 在前述中醫在藥理上 有什麽的研究的時候 可以幫助接受 我覺得這個重點是 因為其實我都不想在這個位置 跟你就算中醫的藥理 也不合是什麽的 因為他知道這些 你一定會有 所以要想就是 我大正康聽到對方不考慮 我究竟在時間裡的過分的效果 而相對對方對手在挑戰你 就是究竟為什麽可以移求這些 就是做自己的問題 究竟你的方案是完全的 我想你需要能做一點 即是你不加八億元一個 就十一次 在你的底彎 也算是跟西醫的本質 可以看一看 第一彎 這個人做的 增加資助的 有的機制 是否相對重重 或者是否得家人的問題 在這種情況下 這條件是 但中醫目的應 應該是有的 但在這個頭部 往事國昆天 應該是正當的 正當的情況下 馬科的說法是公營運動有自己的角色 沒有什麼不必要靠中醫的公營體系作為一個大儀手 我同意的情況不太好就是人 他昨天我覺得有些地方比較前景 就是這個藥物感的質性是他給人 究竟是完全的香港人 我們自己想到底在 procedures 因為應該做個集合組在馬科當中 當然休息為止 第二就是,為何有些條件,就算你嫁了就會加了很多負擔 我想負擔方面,負擔方面是有些政府的負擔神度 你說加了很多負擔,其實是想香港政府是長遠的 但是總之,加進攻擊體,細胞就等了,會有負擔,有負擔,有負擔 那些是應該的,就算我們做得更便宜一點 尤其當對手其實,說是對軍之次,有些反性疾病,有電跑,有負擔,有負擔,高原價,重複等等 那他在說的話,就很難玩,一句話就打上去 那不是這樣,是伯伯利商,當然最多的就是發生的事實 那你不如就挑戰他,所以其實在這個地方,你打了政府 就承擔他有多大,他開幾多間,層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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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層 就是我想,政府反應一些情況的問題,就不如各個難度 你不如就挑戰這個難度,就給你打算,怎樣發展你的任意 所以,相對現在的那個十八家的一公共,中三個 我們打算有些甚麼,可以交出來 那麼,我們反應挑戰這些難關 因為你不像聽到情況下,怎樣說三個 那我想過,擺放這個重點給你做 那麼,我們更多,珍之上,專業地 謝謝 很多謝遠慧先生的好歸意見 現在有請郭文徐先生、郭文聶老師 給予雙方這個歸意見 我先說,就是郭文聶先生 那就,郭文聶先生裡面呢 他的鄧炎呢 即是講到這個情形質素那裡 其實很久沒講得多 即是,譬如你提到他,會影響人才的身仇不佈 這個東西呢,似乎他的後面呢 差不多已經沒有了 那如果這個,是真是這個重點的 要看你主要的事物 談到質素有關的 那你就想一下 那麼,他的後藥手呢 那一集經驗就放了那些 就是,有些人事實上是中醫的 或者比較不壞 那你對於中醫那個發展 或者你自己提到的身仇 或者那個人才的環節 或者奉養的後面 其實有幾大重要性呢 那這個就像興趣 不是很覺得,就是沒有了這些人 那我覺得第一樣呢 他就說,這個到底是不是重點呢 如果是重點的話 那個分配上面呢 會不會,是應該要處理的呢 那第二樣東西呢 其實呢,其實呢 將中醫服務大學這個體系裏面呢 究竟是對什麽的人最有 即是對什麽人有幫助 慢慢講講講講 似乎就容易集中 其實就是一批人 他們特別只能夠 或者是體中的最多 這個東西是敏感 好像呢 將到不受惠的人呢 會自己縮集的 那跟著呢 會多容易呢 或者其實是不是 所有樣東西都敏感呢 那你通常都敏感呢 就是所有樣東西的 那接著你就會花時間去避認 那結果呢 就會將你得到幫助的人 其實最初呢 是有質素的 算是指多些人的 我想應該也是的 就不是得到那個 即是那個小巨人 但 那一關好像得到那個小巨人的最需要 那如果這樣的話呢 容易出現一個的情況呢 會被人追問 又或者 反正沒敢問而已 或者可以被人咬嚇仔 就是這批這麼特別的人子 是否應該有特別的幫助 就不是這個男人就是這樣呢 他會很容易這種方式去問 譬如證明 特別資助這一批人呢 就是特別 對所有的 都要敏感的人 在那裡 是這批人 既然是得事物一 或者是少數的話 雖然不需要為了少數 而這個男人的體系 因為不超過他 不過用特別的逃脾 特別的方式幫助他呢 反方可能可以這樣去男人 都不一定 不過反過這個反方 都沒有問題 但是起碼 那個受助的人做事 會不會有少少 將自己割來自行 那這個是第二件事 第三件事呢 有一批人呢 就是不夠錢的 或者比較窮的 這樣就說高四倍的人 我想要多少少量性呢 就是 那批人 為什麼有辭職有多少 或者負擔很沉重 因為大分的事物 他說在某些中 是六十分的 某些是八十萬分的二診來的 即是不快 那些是否夠幫助到他們呢 那批人不夠錢的人 其實多不多 而這批人其實是長期病患 所以其實呢 它貴四倍 但是我們一度 一直在看一個月 兩個月 會不會少數下場的 其實會長負擔呢 那這個呢 我覺得是可以處理一下這個問題 至於反方 反方呢 我覺得呢 有一個理解呢 是對於工營那個運作的理解 那其實我覺得都是一基本同意的 就是你覺得是這樣做的 只不過我想一下 這個題目既然是講到工營這個體系 那就是說其實在你們的準則 或者你想裡面 是覺得政府用錢應該有點優勢 就是應該是這樣 要去劫力的手就提及了 其實現在在工營體最嚴重的是 可能病床有很多的東西 如果這個是可以早些處理 可能會更加很快的 即是錢就有那麼多了 長期負擔都是這樣的 人口老化都是這樣的 好了 面對這樣的情況 資源的優勢 你都只能夠擔心 除非政府說 那個資源會不斷增加 即是不斷在這情況下 假設在這樣的情況下 那其實你的優勢呢 你就是停了一個位置 總之最機嫌就可以了 所以因為這個公司 你會出現 其實給人工的最低工資 都是最低補償的 其實你是一次的 你的思考是一次的 所以這樣就是這樣 但是可不可以盡心當步就是 那其實公共機動體是 雖然現在放資源在哪裏 那些資源不是在米中這裏 而在哪裏 究竟是怎樣呢 那這個呢 我覺得可以討論一下 那些例子 在香港法律 一定把最後的資源排出來 這樣 是嗎 謝謝華文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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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剛剛看了第一場 那比較呢 這兩家學校聽起來都紮實了很多的東西 所以我覺得一聽兩邊 其實一聽兩邊 我覺得問題不大 所以我想我對大家的要求可能高一點點 就是我們玩辯論 其實辯論是比論重要的 所以我在這個過程裏面 我感覺到大家都是論過越辯 就是沒有聽聽對方說什麼 就做一個比較針對性的一個心情 我自己聽到 正方一直在說的 已經成熟了 應該將中醫 包括公營疾病 因為有些人就像看中醫 可能正方的病毒 但其實柏方在說 公營疾病大系 其實沒有一些基本的醫療就沒有了 其實你們是否可以憑它 我看感冒痕的基本 又看皮膚敏感痕的基本 就是基本的意思 其實得助 其實可以很廣泛 如果我們可以令到 即是看中醫 都可以治療了一些感冒 又舒緩到 現又西醫 可能加不知三個 即是正常的壓力 其實這個都是基本來的 是吧 剛才出來就說 我們公營疾病大系 主要都是要給一些基點的復活 其實基本這件事情 我不知道大家是否都聽到這一次 如果可以早一點的反抗這個 我覺得是比較適合的 至於正方 其實你們都有提過 即是公共開支這件事 那為何你完全憤怨它 即是你問它 你說那立日公營疾病要用多少錢 即是剛才已經有提過 那個難度是怎樣 你覺得是要加錢 你是用現有資源可以做到 即是你一直提出了些點 但它沒有說的時候 有些人沒有問它 即是你究竟 你將你那個立論系 擺到幾重的位置 是覺得我每一下 我都要跟回這條線的 你答不到我就再問 感覺上兩種疲憤 它都是好像說了自己的東西 又無法再追問對方 一些你覺得它們沒有提到的東西 那我感覺上就不像是言論 即是好像大家準備了 或者我感覺上 大家一些執問的時候 其實都是有幾張卡都大概寫好了 那我執入就一粒出來 那這個我覺得 如果大家想再可以講它好些的話 或者去到一個 不是講一些自己想法的層次 可能這個要解 那我很簡單每個講少少 是的 正方主便是正值的 你基本上都講完 你那個方要的立論題材 那我覺得OK 那法方主便都是可以的 那我覺得你講 經常開支那個方 和你基本醫療服務 都清楚的 那但問題就在於 你們之後 不再去爭取這個方法 因為它們都答不到 你問它花多少錢 他們沒有準備了 是的 根本就沒有這個方法 然後正方的一副呢 就好像都比較 看得到很多於說話 都要聽 就是無論你那個 台風上面 那這個可能要檢討得受 然後就是反方一副呢 OK的 我覺得都是可以的 但是你應該應該 就是主便是否要看 他可以側到 就是那個難度 和錢 那可能自己的交通也要 好幾乎 然後正方的一副呢 你那個 那一個表演 就是有這麼多人 裡面我覺得 聽得最舒服的 就是你有一定的 i-contact 你講話不算太快 不是 就是你也有 有一個氣勢 那這個我覺得是很重要的 那反方二副呢 就很多例子的 還有呢 我感覺到 你給我比較的 我覺得印象深刻 就是你一邊說話的時候 你的腦袋是不斷在轉著 就是我會嫌他們 是很有氣勢的 但是呢 可惜呢 就是你比較有勢就沒有利 我覺得你說的例子 是比較牽強的 是的 包括你那個洗館的例子 不是人家 那個賣樓的例子 我覺得就 是我欣賞的 不過呢 就是看著我講 就好像有些 有些雲水 是的 但是我覺得 大家自己一個去學習呢 就是你站出來的時候 我感覺到 你是不斷在想著一些 是看著我復勢去講 只不過 即講的一些 是不可以好一點 就 可以收穫 然後另外 那個字面環節 我覺得都幾不堪的 我自己覺得 因為大家都是 學說幾點 是沒有了足 就是一些方向執法對方 對方答得不好 那就算是 那我得一般 那我得一般 就是反方才不可以的 不過好 我感覺都有點太高 如果你作為欣賞 就應該 本來撥光 那些事情 會不好的 那我預期 應該是份稿上寫的 那 那 正方就 給你一個 很高盤的有心思 對 一些反問 聽上去 都會覺得 挺好的 但是 都是無法 所以 這方面 很好 非常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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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